想看到更多脫口秀 請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的淋巴考好笑 YA 接下來呢我們要歡迎的下一位表演者 下一位表演者的國籍跟大家不太一樣 他從日本來 而且他是從日本的基本心業過來的 他本來是台灣的 來到台灣講漫才 但他對於脫口秀現在也情有獨鍾 今天要在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脫口秀 讓我們掌聲歡迎三木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嗨 我是日本人 看得出來或許聽得出來嗎 應該是聽得出來吧 我說在中文聽得懂嗎 你們的聽力很棒 或許你們已經合作了吧 你們的觀眾朋友不好意思請放棄吧 不好意思 我為了學好中文開始脫口秀的表演了 我通常表演滿才的 我有粉絲團 連續的粉絲團 還有Youtube的頻道 滿才稍微這個團體的名字 請大家給我按讚可以嗎 歡迎 現在喔 謝謝 謝謝 我上次也是講過這樣的 然後呢我表演結束之後看我的粉絲團 少了五個粉絲 靠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為了學好中文開始脫口秀的表演 我來台灣五年多 可是我的中文沒有進步 只是我的理文退步而已 真的 因為學中文真的很難 尤其是翻譯 翻譯不標準的話 就會變成不一樣的意思對不對 我以前呢 跟台灣的女生一起學中文的時候 台灣的女生突然問我 沙默 你最喜歡的動漫是什麼呢 這樣 我跟她說 嗯 贏到小丸子 可是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想做什麼呢 所以繼續跟她說 為什麼呢 你喜歡贏到小丸子嗎 日本人都喜歡贏到小丸子 日本人都喜歡贏到小丸子 日本人找我贏到小丸子 跟現在的機會差不多 那一天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了 然後呢 我想買口罩的時候 如果也是我講錯了 我跟女生的店員說 你們的店有沒有口罩 不是故意的 還有呢 日本人有一個事情不同 很多的台灣的表演者 問觀眾 欸 今天來的觀眾裡有 南部來的人嗎 這樣說 然後有的人就說 然後繼續跟觀眾說 除了台北以外的地方 都是南部人 喔 有的人不 有的人也 可是日本人不懂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 台灣人都是南部人 哈哈 我還開玩笑喔 然後我第一次上台的時候呢 有一個台灣人突然大喊的 跟我說 跳舞台是我們的 這樣 很敏感的話題 我真的尷尬了 可是呢 我同意 跳舞台是你們的 我是這樣的看法的人 可是我告訴大家 台灣是我們的 我愛台灣笑 我愛台灣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啊 追求夢想 聽到懂嗎 追求夢想 跟年紀是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最近啊 在日本 八十一歲的阿嬤 知道一片牛油 真的 這個是真的故事耶 可是呢 追求夢想的時候 千萬別 不要讓別人 困擾 對不對 對 因為 我看了八十一歲的 一片作品 讓我很困擾 真的耶 因為我看完之後 一起博鐵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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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哇 我來吃 這個 這個可以嗎 這個也是 真的故事耶 八十歲以上的人 做愛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規矩 這規矩 你們知道嗎 八十歲以上的人 做愛的時候 一定要面對面做愛 為什麼呢 一邊做 一邊做愛 一邊要確認她還活講 哈哈哈哈 你們也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請一點 謝謝大家 跟三木講一下 有些話 不是說開玩笑 就可以喔 哈哈哈哈